这个网球有多大呢?它的直径有多长呢? 究竟是长过10cm,还是短过10cm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偶射量一下就知道 大家看到,短过了 好,我们再问多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量到网球的直径短过10cm呢? 为什么?因为它本身短过10cm,所以我们就量到它短过10cm 这么常识都要问? 是,就是常识都要问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得主 就是用实验告诉大家,原来常识都不一定是对的 大家可能有听过量子力学 我们这个频道也拍过几段视频讲量子力学 不过不懂都不要紧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在量子力学里面 量度得到的结果是随机的 例如一粒光纸 就是光的粒纸 遇到一块分光镜的时候 有机会走这面 或者走那面 但是根据量子力学 粒光纸走哪面 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 光纸遇到一块分光镜之前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去哪 这件事就和大家刚刚的常识有冲突 常识说我们量度到一个结果 是因为量度之前 它本身是这样 有这个特性 例如 我们未度过网球的直径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短过10cm 所以我们度的时候 没见到它短过10cm 又例如 我们未看过网球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绿色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没见到它绿色 但是量子力学 光纸 本身是没有任何特性 令它走其中一面 而是要看它走哪面的时候 它才会随机走一面 有不少的物理学家 都很不满意这个位 连爱因斯坦和他的朋友都觉得量子力学 虽然可以成功解释很多东西 但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 他们觉得量子力学的背后 应该要有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 在量度之前 应该要有些特性 预先决定了量度的结果 例如 光纸本身 可能有一个我们不知道隐藏的性质 令它走其中一面 不过量子力学实在太成功了 所以其实根本没什么人在意 究竟量度结果 是不是在量度之前 本身就存在这个问题 即是你怎样可以在实验里面 看到量度之前发生什么事 知道之后又有什么用 所以五六十年代的物理学家 很多都会当这个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有空发梦吹下水就没什么所谓 但是研究价值就真的没什么了 直至1964年 一位叫John Bell的物理学家 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发言 大家想像有一部机器 这部机器会测试网球 究竟合格 还是不合格 你将网球放进部机里面 合格的话 部机就会着绿灯 不合格的话 部机就会着红灯 部机有三个setting 你可以查球的重量 形状 或者size对不对 现在大家又想像一下 有位很懒惰的工人叫做小明 小明弄网球弄得很快 两个两个弄 但是弄得这么快 质量当然参差不齐 对吧 在每一个setting 两个波只可以有一粒波合格 例如在一坨的波里面 只会有其中一粒的重量合格 只会有其中一粒的形状合格 只会有其中一粒的size合格 如果你将这两粒波波 分别放进两部机里面 那两部机就可能给到同时合格 同时不合格 同时不合格 或者一步合格 一步不合格 看看你的setting是怎样 以下就是John Bell 发现的精髓 如果我们随机教这两部机的设定 那他们有多少机会 一步着红灯 一步着绿灯呢 答案 是最少九分之五 为什么呢 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数数字练习 大家想像小明做了这两个波 未将这两个波 放进两部机之前 他们本身 已经在不同的测试项目上 有合格 或者不合格的特性 接着 你就将两部机的设定 全部列出来 例如如果两部机都在设定1的时候 那就会一部机绿灯 一部机是红灯 如果第一部机起设定1 第二部机起设定2 那这次就会两部都绿灯 如果第一部机是设定1 第二部机是设定3的话 那又会两部机都绿灯 如此类推 将所有可能的测试结果 列出来 你就可以数一下 一红一绿 这个情况有多常见 看见了 当两部机的设定一样 它们就一定是一红一绿的 因为小名懒 当两部机的设定不同的时候 有时就会两部绿色 有时就会两部红色 有时就会一红一绿 假设两部机的设定 都是完全随机的 数一数 大家就会发现 在这九个可能的结果里面 有五个是一红一绿的 也就是说 我们有九分之五的机会 见到两部机是一红一绿的 小名整的网球呢 有时是可以令到 两部机一红一绿的机率 大过九分之五的 例如如果其中一粒网球 三个设定都合格 另一粒网球 三个设定都不合格 那两部机 无论如何设定都好 都一定是一红一绿的 如果小名 偶然这样做一堆球的话 那两部机一红一绿的机率 就会大过九分之五 但是重点是 九分之五 是两部机一红一绿的 最低可能性 真的 你可以把小名所有可以做到的 可能性 列出来 然后check 两部机的每一个设定 即是重复我们刚刚的练习 你就会见到两部机一红一绿的机率 起码要九分之五 这个发现 就是贝尔不等式 Bell's Inequality 的精髓 如果我们未测试过两个网球之前 他们本身就是合格 或者不合格 那测试的结果 就一定一定要符合 贝尔不等式的要求 这个和量子力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现在介绍一位新的工人 量子小明 量子小明也是一位很懒惰的工人 都是两粒两粒网球这样做 他做的网球在每一个标准 都只会两粒有一粒合格 但是今次 我们将一粒粒网球 照样把进去两部随机设定的机的时候 一红一绿的机率 小过九分之五 普通小明整的网球 本身已经有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性质 于是把进两部机的时候 一红一绿的机率 一定要 等于或者大过九分之五 如果量子小明弄那些一粒粒网球 放进去两部机的时候 一红一绿的机率 是小过九分之五 这就代表 他弄那些网球 未被测试之前 本身是没有合格或者不合格的特性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想 蛤? 这样也可以? Bell就告诉大家 在量子力学里面 原来真的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在一个这样的设计里面 量子理论的数学 预测两部机 一红一绿的机率 是二分之一 稍微小过九分之五 但是的确小过九分之五 2022年 诺贝尔物理学长的三位得长者 Clauser Aspec 和Sylinger 就是成功在实验上 做到这件事 在1972年 Clauser成功做到第一个 违反Bell's Inequality的实验 之后在1982年和1998年 Aspec和Sylinger 分别对原本的实验 做了一些重大的改良 去倒下一些原本实验有的漏洞 他们的实验当然不是用网球 而是用一对对的光子 这两颗光子 由同一个源头出来 所以他们之间的特性 会有一些神奇的关系 物理学家叫这个关系 做 量子狗狗 Quantum Entanglement 简单来说 这两颗光子 再不是两颗分开的东西 亦不是两颗粘的东西 而是一个整体的两部份 另外我们用那两部量度仪器 亦不是用来测试一个网球合格 和不合格 而是量度光子 沿着不同方向的偏震状态 Polarization 因为量子叠加态和量度过程里面 一些有趣的特性 所以身处量子狗前的粒子 可以违反贝尔不等式 在未来的量脉子影片里面 我们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多得物理学家 多年的努力 科学家现在玩量子狗前 开始玩得熟手 更重要的是 他们发现原来 Bells Inequality 和量子狗前 可以很厉害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例如可以比现在的超级电脑 更加超级的量子电脑 或者 无可能被人偷听的量子加密通讯 或者可以达到极高精度的量子测量技术 有机会再和大家一一介绍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 原来这些那么正 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发现 其实一开始 都只是那些连物理学家 都觉得 没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来的 B红烨 B红烨 M JBZ 我们的新聞 还要 注意 F 是 我在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